欢迎收听10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志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黄金洲大陆访港旅客创疫情后新高 但未能带动香港消费市道复苏 英格兰及威尔斯大律师工会主席说 香港的法治逐步被行政命令的专权管治取代 台湾高雄受台风山台而正面吹袭 雨量接近500毫米 8万多户停电 详细的新闻内容 11中国国庆长假 中国旅客访港人次超过22万 创疫情后的单日新高 但由于旅客的旅游模式改变 很多人只是会快闪打卡游 整体零售市道未见起色 记者走访部分游客区 不少商店都说黄丁不黄财 有珠宝店说 政府要先发展好整体经济 消费力才有望回复 卫斯李荣天报道 尖沙咀广东到九尾出现的人龙 星期四下午再现 但也只是个别名店 有人排队 不过豪客血拼包包等情况就不在 浙江乐客孙小姐说 在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林小姐也说 现在香港购物的优势比以前小了很多 所以大家要买可能也不会来香港买 来自广州的刘小姐 亦表明不会血拼 记者到附近几条街市策 珠宝店没有人聋 连游客最多拍例购物大道的珠宝店 都黄丁不黄财 要五折促销 今晚轮道的珠宝店都要减价抢客 店长说 十个顾客里面都没有一个是大陆客 到底这帮旅客去了哪儿呢 汉口道的蛋撻控煤店 在小红书上受到热控 大排长龙都是较年轻一群的旅客 即日来回来自深圳的郭小姐 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即日来回的李小姐黄小姐 都是跟着小红书特种兵旅游模式 即是以在最短时间 以最小费用游览最多竞典方式 到维港 中环摩天轮等竞典打卡 广大亦继续成为旅游打卡点 来自浙江的郑先生 带小朋友来一起做特种兵 以前我们也有点类似这样 但是后来慢慢觉得 其实旅行也是一种心情上的一种放松 可能消费力没有以前那么强 然后现在买东西的话 也比以前要方便很多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想带小朋友过来 感受一下跟大陆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同家人同游 厦门的张小姐 来港大也都是为了打卡 她之前已去过中环 铜锣湾、维港就是没去名店 因为我觉得香港其实在奢侈品上的价格优势 并没有说跟内地比有特别大的差距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行程 但是我觉得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需求 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种行程太累 餐饮业代表黄家和日前说 整个长假有近千旅行团房港 对本港餐饮业有帮助 本台记者走访铜锣湾近地铁站的洛克道 个别受小红书追捧的茶餐厅 万事的确出现中国客人人龙 不过过一条街的谢飞道 一样是没人龙 部分食肆较冷清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邱安宜也说 黄金周市面人流是多了 但只等同平日周末人流 消费力仍然疲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韦斯、李荣天报道 香港趁中国国庆 举办多场大型文艺活动 其中在湾仔医馆 举行千人华服何国庆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说 希望透过华服 感受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 不过不少表演者都说 不太清楚服装的朝代或者背景 韦斯、鱼港生报道 要预备三二一 入夜之后 湾仔医馆后街 出现了一群穿着古装服的 千人华服何国庆参加者 由于未安排得及进场 因此不少华服的表演者 一度塞到旁边的 魔力神山游乐场 我相信各位参与的年轻人 在活动的过程中 一定会深深体会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心 提升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新串红色满清祈福的 政务司司长程郭基在致辞的时候表示 华服是民族的象征 华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优美精湛的工艺 吻含着风厚的文化的底腕 但现场所见 除了貌似汉堂的服装之外 还有蒙古装 满清祈宝等等外族的服装 穿马面裙的李同学说 因为刚好家人见到这个活动才参加 但除了名清之外 就不知道新村的服装 是源自于元朝蒙古人 当时是蒙古人入侵中原 马面裙 其实这个我也不清楚 但其实在网上经常看到 就是参加了一个 全校的国家里面 就是有这个活动 然后我就打算参加了 因为连一段时间都参加了 慶国慶 所以说 顺便参加这个 外国 来自中国大陆表演团的演出者 新村的服装半堂半汉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汉 汉 对 但是我们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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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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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庆节来参加千人 千人这个聚会 也是有人邀请我们的 嗯 不过根据资料 女士在眉间点珠沙 是唐朝之后的事 源自于杨贵妃 相传当年为了争宠 疑点美人志 陈国基致时又提到这次表演 是希望可以提升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 但穿汉服的亚玲就表示 他纯粹觉得长袖比较美 和显瘦才穿着 我是比较喜欢这些类型 比较长一点就 又可以守身一点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 千人穿华服 庆祝这个盛大的日子 也有健美先生表示 不是太了解自己穿的是什么朝代 美观就可以 古人 我不是什么朝代 那有没有东西是漂亮就见到 再来体验一下 特别意识 全部都是 破国庆的 这个画面无论是蒙古装 汉服 唐服 都共亦一路 但原来战国时期 都是华服的一部分 我这个是战国袍 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复赛 其实都没什么原因 国庆75周年 而李同学就不记得是什么朝代 其实我都不太记得 其实之前查过都不太记得 今次的节目号称有千位年轻人参与 但当中不少的参与者都表示是被安排到来 例如陪小朋友参加的余女士 是因为小朋友参加这个华服千人大合唱 然后之后 因为我住层门的 是专专告你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小园景象的活动来的 所以是要参加那么多小园景象的活动 参加活动的人 过来参加这个千人华服何国庆的活动 今次华服的节目嘉宾也都包括杨润雄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尹律动力主席 前律师会会长彭文希等到场 活动最后有75位年轻人大合唱 在晚上大约9点半结束 但无似传媒提问环节 也都见不到官员搏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韦斯 余港生报道 英格兰及威尔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恩德 日前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欢迎晚宴上致辞 期间提到 香港的法治正逐步被行政命令的专权管治取代 一个曾经伟大的法律管轄区 应得的尊重和权威逐渐流失 他又对香港的法官和大律师表示同情 希望他们在可行情况下继续坚守底线 李香阳 江永报道 汤恩德在今年1月 先接任英格兰和威尔斯大律师公会主席一职 这次是他首次在公开活动中谈及香港 据本台了解 多个司法管轄区的法律界领袖 包括美国大律师公会主席本克 也有出席活动 汤恩德在支持中 花了一段文字批评香港的行政权力 正任意且无限制地扩张 取代了法治 为香港带来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他又提到 对在香港坚守公正和独立性的法官和大律师 深表同情与支持 并希望他们能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坚守底线 汤恩德又说 目前全球各地不少法官和律师承受压力 一旦法治受到冲击 随时面对律师协会被政府接管 律师资格被任意取消 拘留甚至遭暴力对待 而民粹主义思潮和部分媒体的恶意攻击 也造成不少影响 美国乔治城法学院 亚洲法学中心执行主任凯乐格 欢迎汤恩德对香港法治恶化的情况 作出强烈表态 指英国与香港律师公会之间的联系 具有历史性且十分紧密 可以想象英国律师非常关注香港律师的困境 You have many top Hong Kong lawyers getting their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K You have many members of the UK bar traveling to and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extended stretches and practicing law there You have former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who are originally from the UK So that set of historic ties is there and it's quite welcome You have the statement coming from a prominent barrister at the start of the UK legal year both reflecting those ties and showing that UK lawyers are still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and are quite concerned 可樂格又說 國際法律界關注香港法庭 如何處理47人案 立場案 黎智英案 及最近的23條入罪案例 另一方面 立場新聞董事 大律師吳靠儀 日前在《明報》撰文 赞揚被定罪的前總編輯中配權 確反遭保安局長鄧炳強 寫信投訴 吳靠儀的文章 企圖英雄化被告 事件除了引起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批評反博隊層次低 凱樂格亦對事件感到失望 認為鄧炳強的言論是隱悔的威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康陽 江榮報導 中國今年上半年 有超過36萬人被捕 案年急升近兩成 甚至連打麻將都被拘留 令看守所出現人滿之患 有大陸律師向本台說 經濟衰退令更多人挺而走險 加上地方政府負債累累 就以高壓手段鎮壓 再逼民眾花錢消災 形容中國已經步入亂世重典的時代 吳亦彤下說報導 中國有超過2300間看守所 但最近多名律師先後在網上發布影片 透露今年看守所已經爆滿了 各個地方正在扩建看守所 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字 檢察機關今年上半年 批准逮捕36.7萬人 提起攻數76.1萬人 案年分別升18.5% 以及6.8% 為什麼今年被捕人數多了這麼多呢? 四川律師黃瑞說 除了不少人在經濟壓力之下挺而走險 也都因為合法行為輕罪化 在我們辦案的過程中 經常發現很多原本不是犯罪行為 也被定為犯罪了 搞點小買賣 定個非法經營 做個生意沒付錢的 定成詐騙或者合同詐騙 第二 輕罪重罪化 原本搞點小魚小蝦 山上挖點草 也被定為犯罪 抓走了 更離譜的是 打個麻將開個茶館 也被定罪 黃瑞又說 中國多個地方的公安和檢察機關 因應當前形勢 也都不斷擴大嚴打的範圍 包括色情行業 賭場 新型經濟犯罪 和醫療反腐等 都是重點打擊的目標 並且也都提到 因為看守所爆滿了 現在成功交曝後審的機率 也都相對高了 一名要求匿名 正被國保監視的大陸維權律師 向本臺批評 應對民不聊生 中國當局採取的 並不是改善政策 而是用高壓的態勢 去控制社會的崩潰 經濟總是瞄著企業和老闆 從事這些行當的警察 監察會的人 總之吧 他專門就能逼人家花錢消災 他也留意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以來 已經刻意修訂刑犯 將各類政府不歡迎的行為 設定很低的門檻 就算三年以下逃刑的輕罪 也都刑事化處理 靠加重鎮壓 重型重典 加強它的管治自信 形容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了 亂世用重典的時代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核說吳亦同報導 兩名住在美國的中國男子 由香港將大批山寨iPhone手機 寄往美國蘋果公司 借維修為名 騙取6,000部真iPhone 被美國法庭定罪 評論說 中國人利用這些所謂小聰明 去破壞世界秩序 美國司法部星期四公布 兩名中國男子 因為參與詐騙蘋果公司 價值幾百萬美元的iPhone 在星期三被判入獄 其中現年34歲 住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 逆陰孫浩天的中國公民 判監57個月 三年假釋 另外同樣34歲 住在馬里蘭州 日耳萬噸的中國公民薛彭菲 判監54個月 三年假釋 根據法庭文件和證據 在2017年5月到2019年9月 孫浩天、薛彭菲以及銅火 將山寨iPhone 拿到蘋果公司進行維修 迫使蘋果公司用真的iPhone更換假手機 據悉 他們一共向蘋果提交了6,000多部假iPhone 令到蘋果損失大約250多萬美元 旅日華人網友脫疆野狗向本台表示 在日本也有類似案例 有中國人利用日本的退貨規則 用山寨版LV 到專營店換取正版LV 批評中國人用小聰明破壞世界秩序 知名YouTuber 視頻人五岳山人向本台表示 文明程度很高的西方社會 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系統 但這樣的體系 在海外中國人眼中 到處都是漏洞和商機 因此外流的中國價值正在傷害文明社會 曾經在美國能源部下屬實驗室工作的 華裔科學家Fader表示 一些海外華人利用西方社會的福利系統 和信用體系轉空子 甚至不惜詐騙犯罪 華人應該反思轉空子 亦是一種病毒式的行為 據報用山寨iPhone 換真手機的兩名中國人 他們的發財美夢在兩年之後被堵破 美國郵政檢察員在2019年12月 逮捕了孫某和蝕某 今年2月法庭經過五日審理 裁定兩人村謀郵件詐騙 和多項郵件詐騙聚成 台風山台兒正面吹襲台灣南部 高雄兩天的雨量接近500毫米 8萬多戶停電 大量樹木倒塌 估計要用幾日時間才清理完成 鍾廣正報道 繼7月25日 颱風隔尾引進西南氣流造成蠔雨 導致高雄出現30年來最嚴重水災後 颱風山台移過去48小時 為當地帶來近500毫米雨量 造成高雄市立美術館一帶災道水浸 波及周邊的豪宅區 高雄資深新聞工作者郭先生向本臺表示 美術館和愛河接近 又是低蛙田土區 每逢大雨都有可能水浸 他指比起颱風隔尾 這次是高達17級的強風破壞最大 高雄看來酒店要出動員工 用手頂著玻璃門 大樓之間會有風凍效應 強風也吹走數百個路牌 消息傳出後 大批民眾到處尋找掉落地上的路牌 先為颱風過後多個熱門打卡地點 高雄市長陳其邁週五表示 颱風造成8萬7千戶停電 30萬戶停水 希望先清理被樹木阻塞的主要道路 三天內恢復使用 在整個樹木的倒塌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不管是在露宿或者是在公園的樹木 以及在學校的這些樹木 都造成大量的倒塌 颱風山台而從南部登陸後 被中央山脈避形破壞結構 上午減弱為低氣壓 成為繼2001年的譚美之後 歷來第二個死在台灣島上的颱風 不過外圍環樓則為北部帶來蠔雨 基隆在週四創下單日雨量408毫米紀錄 是自1980年以來最高 基隆到宜蘭多處地方水針 自從亞洲電台記者鍾廣正報道 接著由潘家晴報道記者新聞簡訊 歐盟成員國週五表決通過 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徵收最高可達45% 歸期五年的反補貼關稅提案 歐盟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 提案已經獲得成員國的必要支持 但將繼續與中國同時進行談判 以尋求一個替代解決方案 據路透社引述消息報道 包括法國、意大利、波蘭在內的10個成員國 投了贊成票 12個成員國投棄權票 但德國在內的5個成員國則投了反對票 德國財長林德納週五更警告歐盟 不要發動貿易戰 歐盟中國商會發表聲明 呼籲歐盟審診行事 推遲實施關稅 致力通過談判磋商尋求解決方案 上海市委黨校教授胡偉 近日傳出因為質疑中俄友好關係 今年6月至9月期間 遭到降級和立即退休等處分 美國之音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胡偉因為公開呼籲中國跟俄羅斯切割 和中國的官方立場完全不同 受到紀律處分 只可以因為兩篇文章 包括2022年初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胡偉發表題為 俄烏戰爭的可能結果與中國的抉擇 這篇文章刊登在美國非營利組織 卡特中心的中文網站 並一度在官方微信帳號廣傳 但其後遭到封禁 澳洲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嬰 在今年8月27日 和母親在布里斯本的公園 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淋熱咖啡 面部和上身等嚴重劏傷 經過多次手術後 目前仍然留意 當地的警方日前證實 疑空是在中國浙江 杭州出生的33歲留學生 他已在8月31日潛逃海外 當局已發出全球通緝令 據澳洲媒體報道 疑空的一名中國友人曾透露許作案的動機 可能因為不滿申請簽證被拒 而向白人報復 李嘉誠旗下長實 興建中的觀塘安達神道首次置業盤 其中一座被傳媒踢爆 缺少至少四條鋼筋 長實週五發聲明澄清 只有關的樓宇紮鐵和鋼鐵工序 仍在進行中並未完成 以為疏忽卸責 但政府同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直指地盤施工不符合圖則 屋宇署將嚴肅跟進 在香港 2021年7.1次警案當晚 一名男子因為在網上討論區連登留言 被擁一項善惑他人有意圖移傷人罪 案件就不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 法官不相信被告只是貪玩吃花生 認為被告明知7.1是高危敏感日子 而當時社會罹慢仇警情緒 但被告仍然留言 建議攻擊警員較脆弱身體位置 不能抹殺有人被煽惑犯案的風險 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需要即時還押 案件押後到11月1日作求情和判刑 更多新聞和分析評論 請到本台官網和各社交媒體平台閱讀 或者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